今天民進黨還有很多的綠媒 播出我過去主張台獨的畫面 我也要在這邊分開講 我年輕念大學 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台獨基本教育派 但是我忽然發現 這全部都只是一個謊言 當我為了黃華的台獨案 在台大校門口絕食的時候 有民進黨的人來勸說 黃華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不要理他 我在那邊絕食 其實讓民進黨很尷尬 當我當了國大代表 李登輝講兩國論的時候 民進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 向AIT保證 而且是派現在的駐美代表 蕭美琴去 跟AIT保證 民進黨絕對不會 加彩火 絕對不會隨之起舞 一定要冷處理 不能夠跟著李登輝講兩國論 我當時就知道 原來所有主張台獨通通都是假的 都是騙人的 這是為什麼 我嚴肅的思考離開民進黨 因為台獨只是民進黨拿來奪權鬥爭的工具而已 經過思考之後的鄭麗文覺得他想要走的台獨這一塊路 在民進黨走不下去 所以要走到國民黨去 我們看李政浩他說 這樣我給你建議 可以加入激進黨 一起抗中保台守護3Q 這當然是一種諷刺 老東我請教 政立委講說 我就是一個台獨基本教義派 現在國民黨是台獨基本教義派嗎 他跳槽到國民黨去 不會覺得太諷刺嗎 對 鄭麗文這事情 連藍營很多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因為他凸顯的是說 鄭麗文他不是個個案 我們討論他不是說 國民黨怎麼出了一個個案立委這樣 而是說鄭麗文就是國民黨的縮影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鄭麗文1996年去選上國大代表是為什麼 是因為整個本土陣營 黨外勢力民進黨一起去支持他 27歲之姿 沒有任何的一個背景 這樣的一個大學畢業不久的人 他可以選上國大代表 在那個年代來講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事情 那鄭麗文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是因為本土勢力支持 我們做個假設 如果鄭麗文從頭到尾都沒有加入過民進黨 也沒有這些台獨主張的話 他在國民黨是沒有出路的 他的國民黨是不可能選上 他今天可以在國民黨裡面 當不分居立委的原因是因為 他出賣了本土陣營 出賣了他的理想 就跟國民黨很多人 中常委在中國做特許的生意 有一些舔空的藝人在做中國的生意 那你覺得對他們對中國來講 這些藝人的才藝很重要嗎 這些藝人的外表很重要嗎 或是國民黨這些人很會做生意嗎 都沒有 只是因為他們頂著一個 我是中華民國來的 我要出賣中華民國 所以他才有辦法在中國取得利益 這個就是整個親中陣營的一個縮影 你國民黨過去說反共 一些退役將領 不肖的將領 然後還跑去參加中國閱兵 然後完全背棄掉自己過去反共的理想 那就跟鄭麗文本身是一樣 他們如果不是透過背叛跟出賣的話 他們對於中國沒有利用價值 或者是說鄭麗文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如果不是去出賣他過去理想的話 他對國民黨也沒有利用價值 他對國民黨根本不可能會出頭 所以你回來看的是說 鄭麗文這件事情點醒了很多人就是 整個國民黨就跟鄭麗文是一樣的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他們現在在模糊焦點說什麼 這個是什麼歧視婦女 其實很明顯的事情是說 他就是不知羞恥 你過去去講是說我要去打倒國民黨 這個財團壓榨台灣的政黨 他所描述的事情放到今天依然是成立的 鄭麗文他如果覺得民進黨 他的行動不夠強硬 不夠激進的話 其實有很多本土性的社團 我手邊都有電話 他要去參加的話 我可以打電話去引見他 說他現在又改邪歸戰幹嘛 那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這只是一個藉口 他其實就是完全透過一個 背棄同志背叛理想的方式去做 那你如果覺得民進黨做不到 他百分之百的理念的話 其實他也有 這個台灣社會也很歡迎 他去參加一些小黨 參加在本土的一些組織 你可以做百分之八十也好 但是他是一百八十度 完全跳到了對立面那邊 這就跟國民黨過去反共 現在急著親共跳到一百八十度一樣 所以我覺得鄭麗文這件事情 對國民黨來講他有點起虎難下 他不知道怎麼去做收尾了 非常的尷尬 因為他一開始以為是說 這樣去嗆一下蘇貞昌 好像氣勢很強 可是後來發現 你現在去看 像是一些比較親中的一些 媒體底下這些報導 他們自己藍營的人都不喜歡鄭麗文 都沒辦法接受 因為鄭麗文這件事情 讓他們覺得很難致圓其中跟解釋 就是說國民黨裡面怎麼都是這些人 他們覺得很尷尬 更明顯的錯誤是說 土醒澤這個世界本人就造謠 結果你被問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鄭麗文他就說那個小事我 那個小事你傷害人家名譽 人家對土醒澤來講 等19年那個道歉都等不到 所以鄭麗文這樣的一個人 去代表國民黨的話 我是認為他是國民黨來講 他接下來一步再一步 在台灣立足點是越來越小 當然民主國家要換政黨 也是他個人的自由 國民黨願意接納 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的自由 不過我覺得鄭麗文講一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他是台獨基本教育派 那現在發現民進黨的台獨呢 是騙局一場 好 那這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他講的是真話 那就是民進黨的台獨 的確是騙局一場 那如果民進黨的台獨 真的是騙局一場的話 那我覺得國民黨 就不用整天在講什麼 國民民進黨 這個什麼挑起兩岸衝突 民進黨在搞台獨 搞台獨 然後什麼共激落台 都是你造成的啦 等等等等 就不要再講了嘛 然後這要不然就是說 鄭麗文講的是錯的 民進黨的台獨 並不是騙局一場 那如果他講的是錯的話 那老實講 國民黨是不是黨紀要來出來一下 因為這句話總是這樣子嘛 第二個就是說 鄭委員說他是這個 這個台獨基本教育派 那進入國民黨 那他是潛入國民黨嘛 對不對 那國民黨面對一個黨員 他說他是台獨基本教育派 那這個國民黨沒有處理 第一個代表國民黨度量也是蠻大的 而且朱立倫不是常常 他回復電不是也講說 他反對台獨嗎 所以這到底 國民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看起來是度量很大 還是這個頭跟腳零肉分離啊 這個我覺得 這個或許要考慮一下 按個選項 多 als兩分鐘 任何國家 規定 製品 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